据Shift Express记者Jonathan Gibney报道,除非有意料之外的情况发生,辉雄的管理层和老板,似乎已经确定会在2019年NBA选秀大会上,一二号顺位选中贾莫兰特,而且正在芝加哥联合视讯正在这里举行通知各方人士。 这意味着杜克的另外一名热门新秀RJ布雷特,将会调到第三顺位。辉雄当家控为麦克康利的合同,将在明年夏天到期,而球队几乎肯定会在休赛期尝试将其交易离队,莫兰特也将取而代之,成为球队下一任进攻发动机。